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环保厅已经责令创员旅业立即转运安全处置历史遗留的废料 并现去完成卫生防护距离内居民的搬迁工作 一个月内要拿出搬迁方案并且进行公示 12月13号 越干高速往江西方向一辆装载木条的大货车 突然刹车失灵侧翻 导致6辆车连缓相撞 多车着火 造成12人死亡 3人受伤 目前广东合园市已经成立由市长任组长的事故处理领导小组 开展善后处理工作 好 接下来进入今日取交点 湿滑的山路 单薄的鞋袜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孩子们的上学路为何走得如此艰难 没有冬天的棉鞋吗 没有 袜子呢 我袜子在书包里 一过一说会怕漏湿了 动伤的双手 湿滑的打水度 他们目前的学习生活又将面临哪些问题 拖地啊 水龙它动了的话 为何 没有过冬的棉鞋 没有换起的冬衣 面对这些寒冬里的孩子们 我们又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敬请关注本期聚焦三年 一双棉鞋温暖过冬 好 广州欢迎回来 现在呢 寒冬已经到来了 那些生活在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 农村留守老人 是否需要天见更暖和的棉衣 那些在户外劳作的农民工兄弟们 是否需要一副温暖的手套 一双月寒的棉鞋呢 而城市中的你 是否手边还有不少的就医 却不知道如何捐助给需要他们的人呢 从今天起啊 我们栏目推出系列节目 就医换温暖 搭起一座桥梁 让人们手中的衣物传递爱心 送去温暖 今天呢 我们要到甘肃省定西市 惠川镇的符合希望小学去看一看 这里啊 有159名学生 其中呢 60%以上都是农村的留守儿童 因为家庭贫困 不少学生为了上学 要付出比城里孩子更多的艰辛 特别是到了冬天 一场大雪就让孩子们的上学路 变得更加困难 这已经是惠川镇今年下的第二场雪了 气温也随之降到了零度以下 早上六点 天还没有亮 周平安就挥手告别了自己的叔叔 走在已经被大雪覆盖的上学路上 因为气温过低 每走一会儿 小平安的脸和手就冻红了 因为家里住得远 山区道路又不好走 每天小平安都要早早的出发 摸着黑走上一个小时 才能到学校 在交谈中 小平安似乎对自己的家庭 不愿意提及太多 更多的时候都是默默地向前走着 虽然戴上了手套 但单薄的鞋还是让小平安无法感到温暖 你怎么去穿一双夏天的鞋啊 因为没有 没有冬天的棉鞋吗 没有 天这么冷脚一定冻坏了吧 哎 你袜子呢 我袜子在书包里 在书包里为什么不穿啊 然后过去过一双还怕陆湿了 怕下雪都湿了 由于家里贫困 小平安根本没有一双可以过冬的棉鞋 而厚一点的袜子也就这么一双 到了教室后 小平安躲在角落 偷偷穿上了一直放在书包里的厚袜子 接下来他又坐到了炉子边 不断烘烤着自己的鞋 鞋湿透了是吗 嗯 那像这样能烤干吗 那不能 不能 那怎么办 嗯 稍微烤一下就成了 说成就干了 福火西号小学第十四周升旗仪式 现在开始 起来 不愿同学 站在外面 不少孩子只能把手缩在袖子里 或者靠不停的抖动来取暖 而整齐的队形更是让我们清楚的看到 他们发抖的双腿和脚下单薄的鞋袜 为什么不穿一双厚一点的鞋呢 脱天下雪湿了 然后就脱胶了 脱胶了 那你没有再换的鞋了吗 没有 看你里面只穿了一件秋衣是吗 是 我家里还有个弟弟稍微厚点的衣服给弟弟穿了 进入教室 孩子们第一项任务 就是团团围在炉子前面取暖 但一个炉子很难让透风的教室彻底温暖起来 上课的过程中 学生们也都会把帽子和手套穿戴整齐 教室里也不断发出学生们吸鼻涕的声音 今年当地政府为全市希望小学拨款取暖 统一采购了炉子煤炭等必需品 就是为了保障孩子们冬天可以稍微暖和一点 但有些学生一到寒冷的冬天 手脚还是会被冻伤 老师告诉我们 由于天气寒冷 孩子们卧比困难 写出的字也七扭八歪 和平时会有很大不同 但每个孩子仍然会认真的去写每一个字 大课间是孩子们大扫除的时候 可为了打水 学生们却挑着桶 跑向了学校对面的小河 为什么你们要跑这么远过来打水 因为学校里的自来水冻住了 所以我们要陪着来打水 每次打水前 孩子们都会用铁棍去试探性地敲击冰面 防止打水的时候踩空 你们一天要打几次呢 三次 都是你们两个吗 不是 龙这条 水龙头冻了的话会喝 下午 天气慢慢暖和了起来 孩子们也逐渐适应了这一天的寒冷 校园里也响起了孩子们欢快的歌声 周平安和其他同学一样 安静地享受这一天里最温暖的时光 放学后 记者跟随周平安回到了家里 在这个只有一个炉子的小平房里 感觉气温和室外没有多大差别 一年四季衣服都在这呢 那哪件是最厚的 你给叔叔找一件 这件 这件校服还是去年冬天一个爱心机构给学校捐赠来的 美人一件 而小平安的这件已经穿得很脏了 但他不敢去洗 因为在这个冬天里 平安根本就没有第二件可以换洗的棉衣 小平安的妈妈去年刚刚过世 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 很少回来 家里只有一个患病的叔叔 更多的时候还要靠小平安去照顾 贫困的家境让小平安早早的学会了独立 但距离过年越来越近 小平安想到的更多的是爸爸 爸爸多久没回来了 我刚听你想要一件衣服是吗 爸爸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 再过几天 工资就打在卡上 他从卡上去出来就打过来了 你拿那个钱就可以给自己买衣服了是吗 是 你想买一件什么样的衣服 厚的 厚的 在惠川镇啊 像小平安一样 家庭贫困的留守儿童不在少数 对于我们来说 一件棉衣 一双棉鞋 可能花不了几个钱 但是对于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 这份爱心可能带给他们的就是更多的温暖 还有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那些家庭贫困的农村孩子更需要爱 一件棉袄一双棉鞋一副棉手套就可能温暖这些孩子冰冷的童年照亮他们的人生 我们很多人都愿意奉献这份爱心 因为没有便利的通道 要送出去这份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栏目推出的就医患温暖节目 就是想在您和这些孩子们之间搭起一座输送爱的桥梁 孩子们在桥的那头正等着我们 来吧 让我们一起走过这道爱心桥 给孩子们送去他们渴望的能量 请您关注我们去交三东栏目官方微信微博 获得相关的节目信息 待会我们用热水烫洗一下 看看会不会出现汗水现象 烫洗过的苹果能渗出红色液体 这红色液体是什么 这样的苹果安全吗 浙江慈禧顶狗哥走红网络靠的啥绝技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近日有媒体报道说 这红扑扑的苹果用热水烫洗过之后 居然渗出了水珠状的红色液体 那么烫洗过的苹果真能渗出红色液体吗 这红色液体又是什么 这样的苹果吃起来安全吗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的记者进行了求证 近日有一则消息说 苹果用热水烫洗之后竟然渗出了许多红色的小水珠 网上还配发了一些图片 很多人因此担心苹果可能被染色而不敢食用 那么烫洗过的苹果真的会渗出红色水珠吗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验证这一说法 我们从水果市场分别选取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苹果进行试验 把四种苹果各选一只作为实验组 放入成有开水的容器中烫洗 其余未经开水烫洗的四只苹果作为对照组 大约二十三十秒之后 捞出烫洗的苹果 观察两组苹果发现 被开水烫过的四只苹果除在外观上 较未烫洗的对照组略深略暗之外 表皮并没有立即出现汗血的现象 而半小时之后 记者发现 两种红富式苹果不同程度渗出了少许细密的珠状液体 色泽成淡粉红色 用手擦拭 手感黏黏的 并有拉丝现象 而其中的花牛苹果和黄元帅苹果并没有什么变化 那烫过的红富式 为什么会吸出红色的水珠呢 为什么不同的苹果烫过之后会有不同的反应呢 针对是否染色的问题 严真利认为 苹果被烫过之后 它本身的正常代谢会被打破 吸出一些含有色素的水珠 表皮变暗变黑等等都是正常现象 不可能是染色过的 跟是否打蜡也没什么关系 那怎么染色不及不自然 明显都看出来了 那不可能染色 那跟打蜡有关系吗 那个苹果表面本身自然都有一种蜡质 你看那个苹果被塑了以后 你要拿着 拿着布 干部以上差 越差热量 本身屏幕有拉子 现在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五花八门 食品安全更是尤为关心 可越是这样 越需要加强信息的甄别 不能盲从 更不能偏听偏信 好 接下来咱们去浙江慈禧 认识一位能人 他常常把自己的小狗顶在头上 骑车送货 在网络上走红 网友们都叫他顶狗哥 现在顶狗哥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绝活 顶出一片天 视频中的这名男子 网友们就把他称之为顶狗哥 百度搜索顶狗哥 相关结果达上万条 顶狗哥全名蔡汤美 今年41岁 江西人 现在是一家陶瓷门店的搬运工 而微博照片上的小狗 名叫小黑 是他半年前在路上捡到的一条土狗 说起头顶狗的点子 蔡师傅说 这也是电视上看来的 因为之前自己在杂技团里打过工 练过两下子 也就想试试 而真正开始训练 是在两个月前 蔡师傅说 头顶摆进沙袋 自己完全没问题 但顶狗这技术 主要还是看小黑的配合 就这样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 蔡师傅能带着小黑 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别看蔡师傅 只有一米五八的个头 这头顶上的功夫可了不得 她告诉记者 自己曾经头顶五百斤水泥 至今都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 蔡师傅还告诉记者 如今已经有好几家电视台找到她 希望她能参加一些节目进行表演 展示她的绝技 蔡师傅果然是技艺高超 但是我们也忍不住 有这样一个担心 蔡师傅这样 头顶狗骑车上路行驶 是不是违反交通法规呢 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我们也特意查了一下 这个驾驶人 摩托车驾驶人 以及乘坐人员 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那蔡师傅顶狗送货 驾驶的电瓶车 还不属于机动车 也并不违反交通法规 而且关于是否骑车 可以头顶重物 也没有类似的规定 但是在这样马路上 这样顶着重物骑车 势必会影响到 驾驶员的注意力 也会分散行人的注意力 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 所以我们也特别提醒 顶狗哥要找好场合秀绝技 大家也千万别盲目模仿 我们再来看 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农业银行杯 CCTV2014年度三农人物 十年十人 微电影剧本征集活动 近日走进北京交通大学 编剧导演张池 编剧吴孟章 CCTV205年度三农人物李学花 与三百多名青年学子 就三农题材 微电影剧本的创作 进行了分享和交流 李学花是山西省太原市 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 二十多年来 面对恐吓 威胁 甚至声音危险 他铁面无私 寸步不让 被誉为铁面女包公 能够感受到 他对于这种 他的职业道德的一种坚守 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 我们商业电影上 就是说一些 可能职业精迷 更多的话 应该关注一个真实的 中国视角下 一些老百姓的 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希望能够让我们这些 年轻的观众 年轻的大学生们 能够在 在在在在 关注像小时代 这样的电影的同时 能够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去 关注我们这样的 三农人物 三农题材的 这些大时代 大电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 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 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 查询浏览 也欢迎您关注 聚焦三农栏目 官方微博 微信 查询节目的下关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